这什么结论呢 就佛教常讲的空这个字 很多东西都是空的 那么如果很多东西 所有东西都是空的话 没有自信的话 那么还剩下什么是有的呢 如果什么东西都空掉的话 那就像很多人今天 搞野狐才能 什么都是空 所以你学佛不学佛 也就没有分别了 不要执着 很容易变成这样 那另外一派呢 就是为氏 为氏所谓的有忠 他们强调的是什么 他们一开始产生 是要其中要解决的问题 是轮回的问题 为什么轮回是个 有待解决的问题呢 你假如说 所有东西都是空的 连我都是空的 我是不存在的 好 接下来问题来了 那么请问 轮回的时候 是谁在轮回呢 那我如果是空的 没有本质的 那我死了之后 这个我又怎么还能轮回呢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你就必须要推论出 这个轮回如何可能 你就必须找到一些 所谓有的东西 这俗说叫做有 叫有忠 这就是为氏学派 那么为氏学派发展到后来 是一个非常精巧复杂的 哲学上的知识论的东西 那么当年在中国呢 这两派之间呢 同时在先后传入之后呢 已经造成了中国佛教界 很多的混淆 然后原有的经书呢 又不够用 很多的论呢 都是局部的译了过来 所以玄奘法师 像他这种精穷佛理 其实从今天角度来讲 他就是一个大学者 像他这种他不可能满足 所以他立志要去印度搞个清楚 所以他来到印度 就要找这个瑜伽师弟论 因为据说瑜伽师弟论的作者 就是之前我们上一段提过的 建陀螺这个地方的一个大菩萨 无助菩萨 他造的这个论 据说是能够打通 所有这一切的问题 是一个以为是出发 然后贯穿所有佛教体系 所以玄奘法师 悉行求法的目的有两个 第一个就是希望把 所有的争论背后的历史源头 本面目搞清楚 意义那些经典出来 第二就是希望统一 整个佛教各大派背后的哲学基础 好 那么他来学这个瑜伽师弟论 果然后来他回到中国之后 他首先要开始译经 他又回来的时候 时间一点都不浪费 回来才几个月 立刻就开始着手建立一场译经 这个过程呢 大家看看我的朋友钱文忠兄 他在央视百家讲坛 曾经有过很详细的讲大唐西域记 那么大家看他讲就好了 不用我在这里废话 但重点是 他又回来首先关注译的 就是这个瑜伽师弟论 可见他很重视它 然后到了后来呢 他晚年的时候呢 很想把它译完 但没译完的呢 则是大波野经 大波野经是一部非常浩大的经典 我上两季的时候 给大家讲心经 心经就是大波野经的 其中一小段而已 一小章节而已 那么大波野经跟心经 都是讲空的 那么维士原来被认为是有中 他为什么要译完有中的东西 又要译空中的东西呢 你可见他是真的想打通整个佛教理论基础 可惜他没办法完成 OK 那这个瑜伽师弟论到底是什么书呢 我们先解一解这个书的名字吧 瑜伽 不是今天念印度瑜伽那种瑜伽 瑜伽这个字 在印度原来指的意思 在包括瑜伽 今天我们学印度瑜伽那种瑜伽 他原来的意思是什么 是一种修行 是一种精神上跟身体上面修行自己 改变自己 锻炼自己的一种方法 在佛教里面呢 这个瑜伽呢 除了保有这个修行的意思之外呢 还又被变成一个更复杂的一个哲学概念 就是相应 就是说一个人学瑜伽的时候 我学懂一套瑜伽的观想的方法 于是我观能够相应于我所观的境界 我行能够相应于我所行的境界 是这个意 然后是会得到于相应不同境界的果实 这有相应果 那瑜伽师又是什么呢 瑜伽师就是能够学这套东西 学懂了 而且能够教人的这种老师叫瑜伽师 我们今天不是看到佛教里面有些法师 我们叫他阿车尼 阿车尼 这个字也是印度翻译过来 就是老师的意思 这种老师就是瑜伽师 所以地是什么呢 地呢就是不同的境界 不同的范围 瑜伽师地论顾名思义 讲的就是一个人开始佛法修行 从最简单最基础 一直到最高境界 不同的层次上面会怎么样来修行 会得到什么样的效果 面对什么样的情况 这样的一部书 所以其实你可以把它当成是一个佛教的 关于人的精神转化的修行的 从一开始到最后能够得到涅槃的全部的情况 程序清晰地理出来 这就是瑜伽师地论 这部书所要做的一件事情 而且他试图打通贯穿在他之前所有印度佛教里面的各种理论 OK 这套东西玄奘带回来了 然后开始译了 译了之后又写了很多的著 但是呢 他没有留下太多自己的著作 他当年写的很多的著作 用梵文写的著作都在印度流失了 中国也没有流传 但是他的弟子 其中一个非常伟大的叫窥姬法师 人家叫大臣姬 也是一个非常聪明 年少的时候就已经很了不得的一个法师 一个天才型的人物 这继承了他的衣钵 继续弘扬这一套 于是创立了一个宗派 这个宗派就叫法相宗 或者叫慈恩宗 慈恩是因为我们知道 玄奘法师 后大唐慈恩法师 是因为他住席在长安的慈恩寺 那么这个宗派 可以说是当时 法师啊 他不只是相貌好 聪明 学问大 恐怕身体也不错 你看他又过天山 又过冲林 难道他就不会像我这样子 小腿肌肉拉伤吗 这真神奇啊 你说是不是 那无论如何呢 玄奘法师呢 悉行一路上遇过什么样的风险 遭遇过什么样的劫难 这些我就不多说了 因为现在大家在网上 或者看过去很多人的描述 都应该听过 或者很容易找得到 我们重点来讲一讲 这本《大唐西玉记》 它到底有什么价值 这是本什么书呢 这就是他取经回来之后 贞观十九年 唐太宗在位的时候 他回到了长安 回到长安 见到了唐太宗 那么唐太宗呢 很欣赏他 很喜欢他 觉得这人有才学聪明 一直劝他还俗 来辅助他吧 那玄奘法师当然不肯 那么但是呢 他也要交代一个政治任务 这任务是什么呢 其实呢 太宗对于他取什么金回来 并不是真的那么有兴趣 他感兴趣的是 你这一路上 经历了什么地方 去了哪些国家 有些什么样的风土人金 他们的政治制度什么样 他关心这个问题 这是他要开展 他作为天赫汉的一个国际战略布局底下 必须要有的一个知识 所以呢 他就请这个玄奘弄文书出来 给他做个报告 所以这个大唐西域记啊 就是等于玄奘交给领导人的一个报告 这个报告呢 他是口述 由他的得意地址汴基来抄录 记录下来 汴基这个法师呢 说起来也挺悲惨的 他是一个非常英俊 非常聪明的一个天才型的法师 但是呢 传说啊 就一直有人这么说 也有人认为这是假的 就他跟唐太宗的第十九个女儿 高杨公主 私通 结果犯了大罪 最后呢 要被腰斩处死 十分的凄惨 算了 关于他的故事 就先不说 我们说回这个大唐西域记 这里面呢 就记录了 玄奘法师一路走 这经过这一百多个国家 的一个综合的报告 其实文笔相当的简要 那尽管相当简要 却又都很确实 而且呢 是有格局的 有一套固定的格局 比如说每说一个国家 都要说一说 这个国土大小怎么样 他的都城所在地 又在什么地方 然后他的风土人情怎么样 他的国王性情如何 他的政治的演变情况如何 他的商贸农业 各方面的情况 都做一番报告 那么看起来呢 就像是一个地理笔记 我们今天的人看呢 可能觉得呢 有点干枯 而且呢 因为记录了 又都是七世纪时候的事情 我们看呢 也会觉得 好像都跟我们今天 没什么关系了吧 但是大家要注意 这本书 它太重要了 首先是对谁重要 是对印度重要 为什么呢 因为啊 印度这个国家呢 跟我们中国很不一样 事实上中国跟别的国家都不一样 我们中国人呢 是有历史屁的 我们恨不得 每一天发生什么事 都得记录下来 所以中国 很值得骄傲的地方是 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 像中国这样子 拥有那么齐全的史料 那么整片国土上面 每个县 每个地方发生什么事 都有人去记录 更不要说官方的证实了 可是呢 印度不一样 印度的古史啊 简直是一塌糊涂 砸合了许多的神话 传说 在一团迷雾之中 那么于是呢 过去很多听说过的 关于印度的事呢 到了现代 大家都觉得 这到底是不是真的呢 不知道 于是到了19世纪的时候 英国在统治印度的时期呢 英国许多探险家学者 就尝试去挖掘印度的古史 当时他们最能够依靠的是什么呢 各位 就是这本大唐西域记 比如说 印度现代考古学的奠基人啊 其实是个英国的学者 叫做阿里森特康宁汉 康宁汉 他就靠着这本大唐西域记 逐一挖掘出了 佛陀初次传法弘法的路野院 挖掘出了 他当时的 比如说他涅槃的地方 然后挖掘出了阿裕王塔 很多的遗址 包括很重要的纳兰陀寺 也就是玄奘法师 留学的那个大学 全部都找出来了 另外 还有一位法国的学者 富仙 Alfred Fucher 他呢 也是靠着这本书 在今天的巴基斯坦 跟阿富汗挖掘 结果找出来了 伟大的剑陀罗文明跟艺术 那么关于剑陀罗请留意 等一下回头我们还要再谈 另外呢 还有我们中国人熟悉的 我们之前也谈过的 斯坦英 斯坦英一路西行 一路东行 来到了敦煌 瓜州这一带 做考古挖掘 靠的也都还是大唐西域记 也就是说 大唐西域记 是非常写实的 如实的 保留了当时玄奘法师 所见到的东西 那么所以呢 印度很多古史的纪年呢 是靠了这本书 才得以确定下来 所以你如果去问今天的印度文 他最熟悉的中国文是谁 那肯定要说是玄奘法师 其实呢 不只是这样 早在当年印度人 对玄奘法师印象就已经很深了 那么你如果说大唐西域记 或者是后来他的弟子 所写的 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 他那个传记里面都讲得很清楚 玄奘法师当年在印度的生活经验 你如果觉得那个呢 会不会是自己捧自己 信不过的话 那么你看看 几十年之后啊 有另一位求法僧人 易敬 易敬法师呢 就是年轻的时候 很受玄奘法师的 事迹的感动 于是下令 也要西行求法 走的路线不一样 他是走海路 所以经过了势利佛式 也就是今天印尼的苏门达拉 这个地方呢 我们今天知道 印尼是穆斯林国家 但是当年呢 是个佛教国家 很兴盛的佛法 很多人在那学习 他也在那待过 跟着呢 坐船 到了狮子国 也就今天狮子南卡 斯里兰卡 然后在南印度登陆 他在南印度登陆 碰到了一个玄奘法师的弟子 碰到叫大臣登 跟着那个弟子呢 在印度游学 也去了大兰陀寺 他去了之后就发现 原来玄奘法师生前的说 他的弟子们说的事迹 都是真的 当地人真的很崇拜 玄奘法师 说他们当年就已经被 玄奘法师 立上一个名号 叫大臣天 或者叫解脱天 为什么呢 这是因为 玄奘法师在纳兰陀寺 纳兰陀寺 是当年印度最高学府 其实古代的寺院啊 都是一个学校 特别是大型的寺院 简直就是大学 纳兰陀寺呢 由于是个大学的缘故 所以里面有很多长书 它总共有九百万卷的长书 然后学生有几千人 有时候达到上万的规模 然后里面开的课程 不只是大小城的佛学课程 也开逻辑 也开语言学 天文学 医药学 而他的学生 除了一批中国来的留学生之外 本土学生之外 还有阿富汗来的 巴基斯坦来的 还有新罗 也就今天的朝鲜去的 日本去的 印尼去的 斯里兰卡去的 最远 你绝对想象不到的是 土耳其都专门有人跑去学习 这是一个兼容并包的国际性大学 什么宗教信仰 什么派别的人都能进去念书 而玄奘法师在那里面 是到了一个什么地位呢 是这样的 在那里面 凡是只有大概十个人 能够讲解超过一百部的经书 玄奘法师就是其中之一 而且他当年变才无碍 他等于打胜了很多印度有名的学者 辩论赢了他们 乃至于义进法师到的时候 在那个地方附近 印度的很多的壁画上面 大概就有点像我们在榆林这个地方 看到那些壁画 居然在那时候 就是玄奘法师走了几十年之后 就在那的壁画 看到玄奘法师的画像 也就是说他们已经尊敬到 要为他画画像在那了 好 那么说回这个大唐西域记 大唐西域记呢 对于我们而言 因此能够补足了一段印度的历史 但是这个又不远远不只是印度 因为我们知道古代的印度文明区域 扩散的范围非常广阔 而且这个印度文明所扩散的范围呢 其实呢是怎么讲呢 它是遍及到中亚部分 甚至你可以说到中国 你比如说对我们国家影响最大的外国 是哪个国家呢 那肯定不是美国 英国 法国 德国 俄罗斯 而是印度 印度是最早对中国产生影响力的一个 别的国家 中国之外的国家 而印度当年的文化影响范围非常大 而且印度因为所在的位置 使得它跟欧洲那边是可以有直接接触的 不像中国 要知道罗马帝国的人 当年第一次听说东方有个大国 叫做大秦 或者有个丝绸的国家 产丝绸的国家 是从哪听说的呢 当年他们跟中国没有直接往来 就是靠印度人告诉给他们的 因为印度人是直接跟他们有联系的 好 那么所以玄奘法师 记述的其实是一整段过去印度文明 乃至于跟世界文明交汇的区域 你比如说你各位还记不记得 在阿富汗啊 曾经有一个地方 立着巴米扬大佛 是世界上最高的立佛 那么当然世界上最高的佛像是我们乐三大佛 但乐三大佛是坐像 而那真是立像 在2003年的时候呢 被塔利班给炸了 全世界都谴责他们 那么这件事大家可能听说过 巴米扬大佛第一次在文字上面清楚的记述下来 也都是靠大唐西域记 而他在什么地方呢 其实阿富汗 那么说到阿富汗 阿富汗跟这个巴基斯坦 有一大块地方 过去是属于另一个国度的 这个国度就是有名的建陀罗国 我看大唐西域记 最让我感兴趣的 就是玄奘法师 开始进入阿富汗巴基斯坦这一块 到了建陀罗之后这一段 为什么呢 因为建陀罗文明 各位我要给大家一个背景认识 好了解当年的中印 或者是世界文明之间的关系是怎么样 建陀罗这个国家 是一个历史非常悠久的文明古国 那么他最重要的地方呢 是因为他之前有一段历史 是被希腊人统治的 各位可能会想 有没有搞错 希腊人怎么会统治 今天的巴基斯坦跟阿富汗呢 大家听过亚历三大大帝吧 亚历三大大帝的东征 最远达到哪呢 就是今天的印度的北边 而到了这里呢 他带来的马其顿的强大的忌兵呢 就遇上了印度的巷战 用大巷来作战 结果他们在这里惨败 所以亚历三大帝国扩张的范围 就到了印度这里就终止了 本来亚历三大的梦想是 要一直跨越过印度 跨越过清藏高原 要到哪 要到中国去的 不过在那就被挡下来了 好 那么于是当时希腊人 就在那个地方留住下来 有大量的希腊移民 也都搬过来住 所以在今天的阿富汗跟巴基 伊斯坦这个地方的古代 其实住了一大帮希腊人 然后后来呢 他们也独立建立了国家 然后建立了国家之后 就在今天所说的 建陀罗这个地方 那么他们在这个地方的影响 实在是太大了 比如说他们带来了 他们的语言 但是这个语言呢 建陀罗语呢 又非常的复杂 远远不只是 只有希腊人而已 而且还从西亚那边 带过来了 比如说阿拉姆字母 阿拉姆是什么 这么讲 耶稣 大家知道 耶稣基督 他在以色列吗 不是 那他当时说的话 是什么话呢 是希伯来文吗 不是 很多学者认为 耶稣当年所说的方言 就是阿拉姆语 你能不能够想象得到 一个在以色列当年 流行的一种语言 居然也会在这个地方 在建陀罗这个地方流行过 没错 他们就用那种字母 写成自己的一种建陀罗语 而且建陀罗语里面 是第一次出现了 释迦牟尼这个讲法 我们今天所说 释迦牟尼 释迦牟尼 我们当然知道 指的就是佛陀 而佛陀呢 其实是个绰号 是个尊称 意思就是觉悟者 释迦牟尼 同样是个尊称 为什么呢 因为牟尼 母尼这个字 其实指的是圣人 那这个释迦 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一般的理解 都说这是释迦族的圣人 因为释迦牟尼 是释迦族的人嘛 但是有一点非常奇怪 就是当年 在最早的佛教 成为文献的文书 是巴历文文献里面 从来没有释迦牟尼 这个字 再来呢 就是孔雀王朝 阿育王 在四处弘扬佛法的年代 到处立的阿育王碑上面 也都没有释迦牟尼 这个字 而我们中文 最早讲佛陀的时候 是有时候只指 他原来的真名 就是乔达摩 那释迦牟尼这个说法 是怎么样产生的呢 其实就是 剑陀罗语里面 首先出现 所以现在有学者就发现 所谓的释迦牟尼 指的是什么呢 不是释迦族的圣人 而是斯基泰族的圣人 或者是中国古代史记里面 叫做塞族的圣人 塞族跟斯基泰人 又是什么人呢 那就是当年曾经一度统治过 建陀罗这片地区的 一个游牧的民族 这个民族跟希腊人关系 往来非常密切 希腊人叫他们 叫西徐亚人 我们中国人叫他 叫塞人 他在欧亚大陆之中 是一个很强悍的游牧部族 据说我们骑马 之所以能骑马 这个技术 就是他们发明的 就是他们首先带出来 人能够骑马 就是靠这个民族 那为什么我们会说 释迦牟尼是他们 这个族的圣人呢 那是因为最早的时候 很多欧洲人 或者是中亚其他民族人 对于释迦牟尼的认识 是经过这片地方出去的 好 无论如何 说回这个建陀罗 建陀罗呢 后来呢 有一个古代的王国 占领了他 就是贵双王朝 贵双王朝占领他的时候 就把他的都城 建立在建陀罗的核心地区 也就是玄奘法师 去到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就相当于 今天巴基斯坦 跟印度边境的白沙瓦 那这片地方呢 我们今天想到的 大概就是我们 现在看到这样的景象 很荒凉 就是 尤其 当然我们现在看到 鱼林这个样子是冬天的样子 夏天也是草木浮苏的 但是你基本上是黄沙片野 但是其实以前那个时候 那个地方是水草很丰润的地方 所以他呢 建陀罗这个意思就是表示的 字面上也只是理解 就是遍地有花香 可见那个地方应该是很美的一个环境 而在这个地方呢 当时就是大臣佛教兴起之处 大臣佛教兴起的同时 又带来了另外一个非常重大的改变 那就是佛像 佛教一开始是反对偶像崇拜的 在早期的经典里面 世尊也就是佛陀 明确地告诉弟子 不能够为他立像 在他走了之后 所以最早的时候 但是你一个宗教要传播 完全没有一个可见的图像象征 人家很难信 对不对 所以最早的时候 我们见到的佛教的象征是什么呢 都是菩提树 或者都是佛的脚印 是到了大臣佛教兴起的时候 才开始为他照相 为他照相 第一个为他照相的地方呢 就是建陀罗这片地方 而这片地方 今天挖掘出来的佛像 你会吓一跳 因为跟希腊的像 几乎一模一样 那个人的脸的样子 就像希腊罗马的太阳神差不多 他们把世尊雕得 跟太阳神阿波罗似的 非常的俊美 这是怎么回事 这是因为希腊人 本来就喜欢塑像 而在这个地方 希腊人信了佛教之后 他觉得不塑像也不行 所以他们就首先开始塑像 而一塑像 就按照希腊艺术的传统 柔和了一些巴基斯坦 印度文明里面的当地色彩 创造出了佛教最早的佛教像艺术 那就是建陀罗艺术 当然玄奘法师到这里 不只是为了看佛像 虽然他也带过一些佛像 回到中国 比如说他再往南下 在印度 就看到了当年世界上最早的 一个用檀木雕的一个佛像 非常美的一个佛像 然后他把这个佛像的一个复制品 带回到长安 然后在长安开始就流布全中国 是世界上最有名的一个佛像之一 后来这个佛像又被当年 日本来中国的留学生看到了 也纺制了一个 带回现在就在日本京都的清凉寺 是日本的重大国宝之一 所以他肯定也注意到 这些艺术贡献 但他更关心的是什么 就是来到了建陀罗这个地方 他一定要找无助世青两兄弟的遗迹 这两兄弟是大臣佛教里面 非常重要的人物 尤其是无助 他写了一部论 这个论呢 应该是他写的 但是他说是他身上天 弥勒菩萨交给他的 这个论是什么呢 就是瑜伽师弟论 我们讲了这么半天 我们总听过唐三藏取经 我们都知道玄奘西行 经过的痛苦 经过的历程 但是大家千万不要忘了 他最初去是为了干什么 如果要取经 取的是什么经 他最重要的就是要学懂 极其全套的 全本的 当时中原地区 没有全本被翻译出来的 这部瑜伽师弟论 所以他到了建陀罗 但是我们来读读看 他到了建陀罗这个地方的时候 他一心仰慕的这个国度 他最想取得的那部经的作者 他的这个故乡 在七世纪的时候 玄奘法师来到 变成了什么模样呢 建陀罗国 东西千余里 南北八百余里 东陵信度河 国大都城号布鲁沙布罗 周四十余里 王族厥寺 一属加毙世国 一里空荒 居人稀少 功臣一语有千余户 骨架阴盛 花果繁茂 多甘蔗 出十蜜 气蓄温暑 略无双雪 人性匡确 好习典意 多敬意道 扫兴正法 自古以来 印度之境 作论诸师 则有纳罗 颜天 无助菩萨 世青菩萨 法旧 如意 邪尊者等 本身处也 僧家罗 食与所 摧残荒废 荒慢 萧条 诸数赌博 颇多颓势 天赐百数 一道杂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